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饭啦 一个葱油饼 然后一个馄饨 现在又下雪啦 又下了次大雪 这是我今天的晚餐 西红柿鸡蛋面 喝一杯蜂蜜柠檬水 这是我今天的饭 这是泡菜大白菜五花肉五豆面 然后这个是草莓 这就是泡菜大白菜肠的 在这一年最大大线 是这一年来的 你很变了 哦哦哦 你意思是泡菜大白菜大白呢 对 我可以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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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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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下周有四门考试 分别是政经 微经 日语和国际金融 四门 然后再下周还有两门 就一个六门 六门考完 我就结束我的final 我现在在准备我的微经 我前两天开始准备 但是前两天就属于 来来三三 然后不太能静下心来学习 现在已经礼拜六的晚上了 礼拜天一天 礼拜一还要上两节课 然后礼拜二就开始考试了 而且礼拜二一下子考两门 早上考一门 下午考一门 所以我还有两天不到的时间左右 去学我的政经和微经 对没想 哈喽大家 现在已经停忘了 9点28 我本来等到好像7点钟期 但是 就开了四个闹钟 但是一个都没办法我闹心 然后昨天我是复习到大概 一点半左右 现在我要继续复习 今天早上我就来看一下日语 我的这个方法 就是老师教我们的 就是记那个日子 因为它很不规律 然后就把 有点相同的又同一种颜色的笔写出来 然后感觉是挺好记得 就老师还给我们这种彩色的笔 然后让我们这么写 这个是茶 然后边上还一杯柠檬水 我现在准备查一下考试 拒绝考试时间 因为我有一点点不太相信老师们 教授们的这个说的时间 因为就是有几个教授 他跟我们说是 就是比如说下个礼拜的 这节课的这个时间考 然而事实上 这个给就是教务定的这个时间 并不是这个时间 然后就很尴尬 不知道听谁的嘛 因为一个时间定在上午 一个时间定在下午 那还肯定还是上午先过去再说 然后特别悲催的就是 下个礼拜 还有考试 然后下礼拜五就是 正好是24号是初期 我们要考那个国籍金融 然后礼拜二早上有一个考试 下午有一个考试 礼拜三上午就考日语 就要考笔试也要考口语 好的礼拜五还有考试 也就是除夕当天 这个红金 我们今天还挺好的 它这个相当于开卷了吧 意外之险 明天早点睡午就得去上课 就因为之前 之前圣诞节的时候 礼拜三 然后本来有两节课 就是吊修 吊礼拜一的课 结果就那两个老师比较nice 然后就圣诞节 因为有些德国的同学什么的 可能要回去过圣诞节之类的 然后就圣诞节当天的课 两节课都不上了 然后当然课就有点点 就会有点来不及 然后那个环金的课就 他就准备补一下 然后明天有环金 是从十二点十五分开始 提前四十五分钟上课 不四十五分钟的课 然后他说我们还可以带 我们的那个launch box 就是可以带我们的午饭 天后晚的就好像边吃 边上课 之前大家还组织过一个晚饭 在一个意大利餐厅 应该我不知道 有没有发过那边视频 对了 因为我做了一些 口语的考试 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课没上完 然后放最后两个问题就 删掉了 成分标准是这个样子 给了我的饭 这是我今天中午炒的一个炒菜 饭和草莓 11点48分 我要赶12点07的时候 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只有五个吗 被人偷了两个 就住这种 共用冰箱 共用厨房的 很多时候你自己的东西会不见 化个妆 去学下 学习 晚上去学 图书本来是很能集中注意力的 在家里 有时候杂事太多了 动不动就想去厨房 动不动就想去冰箱 找点吃的什么的 好 拜拜 等我图书馆回来见 等我图书馆回来见 哈喽 大家 现在 准备吃饭了 嗯 我开始了 现在是6点50分 然后我在图书馆自习到快6点钟 然后坐了6点钟的这个公交车回来 然后做了个饭 就随便煮了个汤喝 然后现在准备 吃完饭 然后继续开始复起 好 大家 现在是一个32分 然后我学了 到一个小小的阶段 还有一些笔记 再看一下 然后刷了 对方 刷了一笔电梯 现在大家要看我的笔记吗 两次 中文字幕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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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d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